Good evening 打破我的生活中的惯性 想成为一个我想象中的自由 我现在要回想起我成长的过程 我一直在迁移的一个过程之中 还有一个是时间上的一个过程 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发现 我不太相信成人或者是教育给我带来的东西 因为我发现课本上教的东西 和我自己看到的东西 和我自己体会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 有的时候甚至是相反的 在去年的年底到今年呢 我们做了一个关于黎旭老师的各展 大家刚刚看到的视频呢 是我们为这个展览做的视频 你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图片呢 是黎旭老师在纽约创作 在疫情前 今天呢在家创作的一些缩影 这个展览呢 去年的展览是由王春晨老师创作 策展 整个的展览呢 一共展出了二十多件黎旭老师的作品 所以你们看到的是 关于作品的一个大概的一个介绍 narr拍片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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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旭老师是在1970年出生于中国的蒙古 他目前在纽约工作 97年毕业于天津美院的油画系 2010年毕业于中央美院的油画专业的博士 他的整个的研究的方向是为中国油画 和对中国油画和传统文化之间的一个研究 毕业论文是自由观看 汉代画像艺术中的一个空间观 这个论文后来被中国的国家博物馆 国家的图书馆收录了 黎旭老师的作品 也给各国的美术馆 包括中国美术馆 今日美术馆和中央美术学院的美术馆 等等收藏 那么今天呢是非常感谢大家来到了联谊的这个平台 整个的平台呢是整个的讲座呢是用中英文的形式讲 那么在海外的这个观众们可以看到Interpretation这一个channel 那么我刚刚用中文单非常简单的给大家就是看了一下 关于我们做的一个小的影片 Good evening everyone Welcome to the blooming artist talk Today we are very pleased to invite Dr. Li Xu to give us a lecture on how we face the tradition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s in the Han Dynasty plastic art and how the Han Dynasty art has influenced the artist artistic practice in the contemporary time From the last presentation we showed the snapshots of Dr. Li Xu's practice when he is still living in New York now and I am actually speaking to you from Shanghai and my name is Xiao Ming Zhang and I'm the founder for W Ming Art and I want to thank everyone thank our audience from China and a thank to our audience from America and from Europe and so today we are very honored to invite Dr. Li Xu so Dr. Li Xu was born in 1970 in Mongolia in China and he graduated from Tianjin Art Academy in the oil painting department and he also in 2012 graduated from the oil painting department from Central Academy of Art in 2012 and with his thesis graduation thesis PhD and he really he studied the space ideology of plastic arts from the Han Dynasty and through his studies and he discovered that the Han Dynasty art purposely constructed space and made use of the space free conversions to make space and time melt into one another and the space is indicated a time and the flow of time completed in a full course of a new representation and forming an all-encompassing universe and the Han concept of space reflected the Han Dynasty people's true self in the artistic practice and when we were working with Li Xu and Dr. Li Xu told us that his works were very heavily influenced from the Han Dynasty where we can see from the presentations you saw at the beginning that he constructed the new scenes and the new narratives and also relates the narratives with what we are going through during this pandemic time so now I will hand to Dr. Li Xu to give us a presentation on how we face the tradition the spatial concept on the plastic art from the Han Dynasty 现在呢我请李 Xu老师为大家讲一下 关于这个汉代的艺术 整个的一个空间 对它的一个影响 和对当代艺术 现代艺术的一个影响 好 谢谢大家 好 感谢诸位 参加这个 这次这个不能叫是一个讲座吧 是一个交流 这个也非常感谢 联谊国际 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 这个能和大家谈一谈 这个关于汉代 汉代造型艺术的空间观 这其实是我这个十几年前的一个 写的论文的一个主要的这么一个研究方向 那么今天呢把它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也希望大家给我提出一些保护意见 当然这个论文本身也是十几年前写的 可能现在有一些难免会有一些 这个谬误或者是有一些新的研究出现 那么这个欢迎大家随时给我批评指正 好 那么我这个题目呢是我们如何面对传统 汉代画像艺术的空间观 那实际上这个也这个题目也和我当时 选择这个方向 研究方向有一定的关系 就是我们在 我本人是学这个油画的 实际上是学西化的 那么对我们这些学西化的来说 所谓的传统 往往是指这个 西方的 西方的这个 传统 那么对自己的传统 这个所谓的中国 中国古代文化的这种传统了解的 可能相对来讲是比较粗浅 或者是比较表面化 那么这个当然每个艺术家实际上 他都是面临着一个如何继承传统 如何面对传统的一个问题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画种 是西化也好 还是国化也好 尤其是在当代艺术的这种 这种界定下 我们很少会用画种来区分艺术形式 那么实际上 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会把 这个传统的传统 作为一种资源 或者是作为一种 一种就是艺术家 他所希望传承的这么一个 所必须要面对的这么一个情况 一个资源吧 但是从我们 从这个西方文明进入到这个中国以来 也就是说大概是在这个清末 明末清代 那么到这个民国开始 全面的这个西化开始 那么我们就这些艺术家实际上就开始 面临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如何面对传统 那么也很多艺术家 做出了自己的这个努力 但是直到目前为止 好像这还是一个 一个大家经常会提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对面对传统的态度 或者是如何中传承中 传承发展 好像现在边还是始终是一个问题 那么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呢 我觉得可能我们还是需要从特别具体的地方去入手 那么第一呢 首先我们要理清我们的传统到底是什么 然后才能谈到如何去继承的问题 那么传统是什么 实际上就是一个我们如何看待和如何解读传统的问题 这个里边呢 我觉得可能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相当一部分的艺术家 他一个是基于个人的一个个体经验和个人的一个喜好 对传统进行了一定的选择性的一个解读 还有一个呢 就是相当也不能这么讲吧 就是很多人他还是喜欢要么是大而化之 比如说我们提出一些比较空洞的一些或者是比较大的一些口号 我们都会讲啊 继承传统文化精神 那么到底是什么好像很少人会去深入的去研究 那么这个我觉得其实这个里边有一个比较具体的途径 就是我们应该把传统具体化 还有一个要理清楚传统它背后的这个文化逻辑到底是什么 就是避免表面化 这也是我这个选择一个具体的这个空间 汉代画像艺术空间观来作为自己研究方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么实际上呢 就是空间呢 那这个问题呢 就是任何的这个造型艺术 我们讲它所所面对的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它会面对一个空间的一个问题 它如何去解决空间 如何处理空间 这是所有造型艺术的都是都是会面对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为什么会选择汉代 汉代画像艺术 汉代造型艺术作为一个方向 因为汉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时代 从某种意义上讲呢 汉代实际上是中国 中国第一个这个大一统的王朝是秦 但是秦是非常非常短的 那么汉代前后呢 就是从西汉和这个东汉 两汉这个整个绵延的时间长达四百余年 然后呢 它是一个这个 我觉得是真正意义上第一个中国古代历史上大一统的一个一个这个国家 那么我们可以讲整个我们的中华 中国的传统文化 或者我们叫汉文化的这个基石 可以说从这个汉代开始确立的 那么这些我们的这个所谓汉民族或者是中华文明的一些 我们现在所重视的一些精髓的东西是汉代给我们确立的 这个是汉代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 它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时期 也是确立我们所谓文明基本的基础的一个时期 所以这是我选择的这么一个一个题目的一个原因 那么这个汉代造型艺术呢 我们首先要确定一个就是这里边它有几个 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所谓一个是艺术的概念 这里边有几个概念可能要稍微的要解释一下 一个是所谓我们现代艺术的一个概念 在汉代这个其实它是不存在的 它实际上我们所理解的这个很大一个程度汉代的这个艺术 实际上它是一个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实际上是一种理智美术 后面的一个就是理智美术开始衰退 开始图像化艺术开始发展这么一个一个时期 那么这个艺术这个词我们当然是用现代的这个观点来去看待它 在当时实际上它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工匠的一种 它没有一个我们现在艺术家的这么一个概念 实际上这个汉代的这个造型艺术它的最重要的完成者实际上是工匠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空间这个概念 那么空间这个词在中国古代实际上它是不存在的 或者它没有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在造型艺术上讲的这么一个一个含义 那么它所提到的这个空间呢 实际上更多的是什么呢 是一些具体的一些词 比如说这个四方天地这个五方等等等等 它是这样的这么一个一个概念 所以这里边呢 为了这个叙述方便我们还是用空间这个词来代替 或者是方位 这个一般来讲我们说汉代这个 这个我们一般在艺术史上研究这个具体的问题的时候 往往会从美术考古学或者图像学或者历史学等等这方面去进行入手 那么他们最大的这些比如说是辨识主题啊形象啊 还有根据这个考证文献依据啊 变尾啊是吧 然后填补一些这个所谓的研究上的一些空白 那么从画家的这个角度来讲 往往会从具体的造型语言啊 艺术形式啊等等这方面去入手 那么我是作为这个 我本身是这个专业是油画啊 当然我可能会更更多偏向于这个造型语言上的一个研究 那么当然也是借助了这个美术考古学图像学 历史学等等这方面的材料 对自己这个研究的方向进行了一个一个佐证和依据 那么这个当然这个研究这个汉代造型的空间观来讲呢 现在研究的这个主要的这个 因为我是十几年前的一个论文了 那我现在也不能讲 我只能说十几年前当时在我做研究的时候 那么在研究空间观的这个文章 或者是具体的成果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啊 不是很多 然后呢这里面大部分的研究呢 它们会有一个来形容汉代的空间观呢 它会用一个这个西方的这个概念来形容这个 来尝试汉代的空间观 比如它会用这个透视 透视西方的透视法则来讨论汉代的空间 汉代造型艺术的空间观它是什么样的 那么这其中就比较典型的一种说法呢 它认为是这个绘画史是由二维也就是所谓的平面 再到这个所谓三维到立体 就到现实空间的这么一个逐渐演变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依据因为这个依据这个理论呢 它认为他们就是认为呢就是汉画呢 或者汉代的这种画像艺术呢 它的空间意识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也就是说它的 甚至它认为是某些地方 它用透视的法则来确定的时候 它认为它的空间很多地方是不符合透视法则的 是错误的 那么从我的角度来看呢 我觉得这个是它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一个问题的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到现在也还有流行的一种说法 就会认为西方的这个造型艺术 它的主要的这个空间的这种法则是焦点透视 而中国的这个造型或者是东方的这种造型艺术呢 它的法则是散点透视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简单粗暴的一个解读 就是我们用透视 因为这个还是基于一个西方视角下的一个解读 那我们这个当然我旁边这个画的这个例子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典型的西方的 它强调的就是所谓的焦点透视 它强调的是固定的视角固定的时间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 它形成的这种空间的远近距离 这样的这么一个画面的一个效果 那么它基于的是实际上是古希腊以来的一个传统 就是我当然就说我们我们说它是主流 我不是说所有它的造型艺术是这样的 主流的一个从未复兴之后 主流的这么一个一个观点 或者它们的空间观是这样的 是基于焦点透视法则下面的这么一个空间意识 所以它是可以测量的 类似于一种空间 这个科学理性的一种方式 来做这个空间的一种呈现 那么这种方式呢 它实际上我觉得它是带有一种 就是我称之为叫艺术形式的进化论的观点 也就是由这个所谓艺术形式的进化论的观点 我们当然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它是一种 就是新的代替旧的 好的代替坏的 是吧 这个新的总比旧的好的 类似这样的一种进化论的一种观点 这个观点我是不同意的 那么因为这个题目是非常大的一个题目 我大概就是简单的做一些提纲切领式的一些介绍 那么中间有些什么问题 我们回头在这个讲座结束的时候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我们再讨论 那么大概说一下汉之前的这个空间观 看他这个汉之前的这个空间观呢 我们其实中国古代的这个空间观 我们可以从这个中国古代神话里面 可以能看到有一些 大概有一些这个 比如说这个 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古代神话叫盘古开天辟地 那么它就是经过这个 这个 长时间这个宇宙是处于一个混沌的一个状态 那么盘古开天呢 开天辟地什么呢 就是氢气上升浊气 上升为天 是吧 浊气下降它就为地 那么由这个混沌的一个状态 就变成了这个天地 变成了这个实际的这么一个 混沌的这个状态 变成了一个实际的这个历史的 这个宇宙的这么一个空间 那么从这个神话故事呢 大概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这个宇宙观 或者是这个宇宙形成的这么一个观点 是基于这么一个来的 那我们看到这张图啊 这张图是这个养哨文化的一个 一个墓葬的一个发掘 那么它这个我们注意看啊 这个这个人的骨骼左右啊 它放着是一个用这个棒壳摆放的 一个是龙 一个是虎 那么这个养生文化我们知道 大概距今七千年到五千年啊 左右的时间 公元前五千年到官元前三千年啊 差不多这么一个时间 那么新时期时期 是吧 新时期是这个晚期 那么你就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就类似于我们说 左青龙右白虎 对吧 他其实已经应有了一个 我们可以说最早的 有一个中国所谓方位的这么一个说法 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讲方位是吧 四方五方天地等等 阴阳五行 他其实开始有这个 那么旁边这个图呢 就是我这个叫西州的这个四方 他是讲什么呢 实际上讲这个中间最中 居中的是成州 也就是州 那么中国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为什么我们叫中国 就是中央之国 以我为中心 然后依次往外扩散 那么离他距离越远的 那么和他的这个关系就越远 他是这样的一个空间 地理空间上的一个关系 我们就看他这里边有四国 什么四土 诸侯等等 还有蛮夷啊 这些名字 他实际上就是这样 就是这个宇宙或这个世界 是以我为中心 然后逐渐向外扩散的 那么他是这样的这么一个空间的 这么一个概念 我们简单的来讲 是这样的一个空间的这个概念 那么这些概念对后面的 我们整个的这个空间观的形成 他就逐渐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细化 对不起 这好像有点死机啊 这好像有点死机啊 稍等一下 我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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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面过不去了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是以这个同气为例啊 那么这个讲这个汉之前的一些一些这个艺术品 为例讲一下 大概讲一下 那么这里面还要讲一个啊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 诸国古代这个艺术 我们纯粹的这个以现代意义上的独立的这种艺术品的概念上 它是没有的 大部分它是理智美术 或者是这种功能性美术 它功能性的这种这种作用 它有的 所以这里面都会出现很多器物 现在就我们看到这个是这个战国时期的 左边这幅啊 我们可以看到战国时期的这个铜壶 那么它是一个展开的这么一个一个一个图样 那这为什么要选这几张图呢 实际上是我希望大家能注意有一点啊 它是这个铜器当你拿在手上的时候啊 或者你在观看的时候 你是看不到它的全貌的 你必须要进行经过一个旋转或者经过一个移动 你才能看到它表面的这个文饰到底是表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那么这种观看的方式 其实和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国汉代造型艺术的空间观 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一个因果关系 就是我们看东西 中国人看东西 它不是一个固定的这么一个视角 它是在运动之中 它带有时间性观念的 这样去看 这样去看待这个看东西的 看这个作品的 那么还有我们要注意这个铜器 它实际上是分层的 这个跟后面的这个汉代汉花像石 它的那种分层式的这种表达空间的方法 就我们通过这个战国时期的这个铜器 还有其他的一些器物上的这种文式 我们就能看到它已经它的早期的这个来源 很明显是从这发展过来的 那么这个里边它表现的内容实际上是 它这叫战国采商艳月攻占文虎 那么它实际上是体现表现了很多的这个内容 采商艳月生活的劳作的 还有战斗的 还有捕猎的等等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么我们注意看啊 如果大家能看清楚的话 你看到它这里边其实是按照一个 我们简单的称为它是按照一个这个所谓的 它这个空间的这个排列 往往是按照这个事件发生的这个顺序 来进行安排空间 包括人物的动作 人物的动作 还有它这个空间这个顺序的排列 我们如果能仔细看的话 它这里面实际上是含有一个时间性在里面 它往往是把一个事情 比如说我们我们说采商 它有一个过程 采 是吧 把它采下来 然后最后把它收集起来 我们看中间这段啊 它在一个平面上面 争取把这个整个的过程 类似于我们小时候看的这个连环化 是一样 它只是把它并列在一个空间里面 那么你在旋转的时候 你就好像能看到了一个整个事件的一个发展过程 发展顺序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处理的手法 这个也是一样 这是一个叫这个挫金银山瑞寿铜管 它是一个这有可能是一个礼器啊 有可能是一个礼器 也是拿在手上 拿在手上然后在旋转的过程中 来看来看这个表面的文饰 这个文饰它这个内容 它是一个就是汉代呢 它这个里面这个内容表现神话呀 还有表现这个这个日常的生活呀 它是它这个表现内容是非常多的 我们看到这里面出现了很多啊 比如狩猎的场景 里面有这个这个这种这个锐兽 像像龙等等啊 还有这些什么带翅膀的鹿啊 仙人等等啊 这是像是一个空间 神话它把这个把这个人神啊 就是实际的空间和想象的空间 它把它组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特别绚丽多彩的 这么一个空间世界 那么你在我们还要注意看啊 它这些里面这个瘦的和人的这种朝向 它基本上是朝一个朝左边这个方向 那么你在看的时候 在转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运动的这么一个过程啊 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汉画像啊 汉画像呢 它这里面的大部分的这个这个这个东西 比如说汉画像石汉画像砖 那么这里面出现的是陶楼还有壁画啊 还有一些这个其实上它是都是属都是属于墓室啊 墓室墓葬的一部分 或者丧葬文化中的一部分 就像这些陶楼 彩绘的陶楼啊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水泄等等这些东西 它是随葬品啊 那我们也可以称它叫名气 那么这些实际上它是一个微缩版的一个建筑的一个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微缩版的一个建筑的一个模型 但是它是不是事实上汉代人住的这个房子它就是这样子呢 实际上它不是的啊 汉代就我们这其实可以看尤其是这个它里面建这个高楼 汉代人对这个登高望远啊 它还有一种特别特别强烈的一种愿望啊 就我们在汉代的这个陶楼有很多层 还有比如说汉代的这个我们看上面这张啊 上面这张这个牧师笔画 它是一个城市的表现的是一个城市的一个钟楼的一个形象 那我们注意看下面是一个这个城市的这个一部分啊 它就那个可见汉代当时的这个城市也就非常发达的建筑群 但是这个这个钟楼本身啊它非常的高大非常的突兀 那么按照比例来讲它实际上是是有意的强调了这个钟楼本身的这个形象 那么强调了一个非常高啊非常壮丽的这么一个形象 这实际上它是利用了一种夸张的一个手法啊 汉代人对这个空间高远 它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一个表现的一个愿望 那么这个里面实际上也体现了就是汉代汉代的这个 我们叫艺术家吧或者工匠也好 当然也是艺术家 他们对这个空间的一种就把现实空间怎么转换成 这个视觉的空间它是比较采取了一种相对来讲比较夸张的 还有一种美好意愿的一种方式啊进行了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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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换 这个和我们我刚才提到的西方的这个这个空间透视法是以事实的一种 真实还原的一种它就是不一样了 相对来讲是一种比较自由的 那么这个这个实际上也跟汉代人的丧葬观念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知道这个汉成秦制啊就是汉代它很多是成秦制的 而且在汉代呢它还是强调一个所谓的后葬的这么一个一个风格 那么汉代人秦汉时期的人他有一个有一个这个很强烈的一个 他为什么那么重视这个丧葬呢 因为他们认为呢当时的人认为呢就是这个死就是生 或者说他只不过是到另外一个世界 人去这个死亡的这个世界跟这个这个现实的世界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的 所谓四始如生啊 他是有这样的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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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在里面 那么在这种观念之下 他在这个做这个丧葬的时候呢 他的所有的这个这个安排他就像生对待生前一样的 秦始皇的这个兵马俑啊 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那么在汉代呢他当然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规模 是吧 也是一个经济上的一个考虑 还有一个这个这个能力的一个问题啊 还有所以他们会把很多比如现实中的这个微缩啊 然后呢这个尽量的还原是真实的 但是这个里面他并不是百分之百就是生前如何死后如何 那么他这里面加了自己很多的意愿在里面 比如他会把自己他这个就跟他处理的内容有关系了 他会把他自己的居住的环境啊夸张化 比如我们看这个桃楼啊庄园是吧 他这个这个想象自己有更大更好的居住环境 就是他死去的这个世界他可以有更好的这种享受 是吧 然后他这个这个画的这个墓室壁画也好 或者一会我们可以看到画案传也好 他里面出现了很多的内容 也体现了这个这个这个墓室的主人 也就是这个死去的这个墓室的主人 他对自己这个死去生活的一种向往 那么这个是跟这个他最后呈现的空间 空间效果或者他画面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 这个三藏里面的东西 他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关联 那么这个里边呢我大概是选了一些 就是一个一个风格的一个前后的一个时间顺序啊 就是选了一个主题就是四水捞顶这么一个主题 来大概看一下就是就是丹佛的这个作品 丹佛同一题材的一个作品 他的这个空间 空间逐渐的这个越来空间的观念 如何从这个比较简单的方式过渡到一个非常成熟 非常完满的这么一个过程 大概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实际上这里面要讲一下这个 这个这个汉代的这种空间啊 他整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意识 他实际上是围绕着这个这个这个整个的这个 他有一个所谓整体的意识 就是说他刚才我提到了一个就是宇宙的一个空间观和时间观 那么在桑葬我们这个汉画像主要 他实际上是一个桑葬礼制美术的这么一个一个范畴啊 那么他这个这个木室 然后包括这个汉画像砖或者是壁画 它的摆放的方式 位置 然后他这个画像的内容等等 他都是遵循着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规则的啊 所以就是但是他担负的里边 他也有他自己的这个这个空间的这个空间意识的一个呈现 就这里这个里面我就选了一个具体的一个例子 那但相对来讲就比较容易理解一些啊 那么画像石 这里面大部分选的是画像石和画像砖啊 其实我们从材料本身来讲啊 这个石材本身啊 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难难以制作的这么一个东西 对吧 他需要这个这个工匠花很大的力气进行这个这个去雕刻啊 它其实技术含量是非常高的啊 那么这个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就大概放一下 它是从如何从简单到复杂这么一个过程的啊 那么四水捞顶呢 这个故事呢 当然是就是在这个汉代的牧师这个画像石里面出现这个频率非常高的这么一个故事啊 他讲这个齐日皇这个过过四水的时候啊 它这个这个顶掉到这个落到四水里面 然后它去去捞这么一个过程啊 这个故事的内容我们就不讲啊 大概是这么一个 然后捞制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这个快要捞上来的时候 然后出现了这个龙 把这个绳子咬断 这个顶又消失 那么汉代人为什么选这个故事呢 它其实是隐含的这个寓意是就是从秦到汉一个政权交替的一个合理性啊 这个大概介绍一下它的这个背景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那么从早期的比较简单的啊 一个屏这个 这个我们注意看这个 中间这个半圆形的这个啊 两个杆中间这个 其实它就是一个顶啊 就是所谓的顶 那最左边这样图大家可以看一下 中间出现那个是一个龙头啊 左右两边的人啊 开始拉这个顶 那么水我们看这里面水是什么呢 好像没有出现水对吧 它就用简单的用一个异象化的一个方式啊 这个就过去了 它的最右边这张图呢 已经开始复杂起来了 它里面出现了船 是吧 开始出现了水文 那么上面这个是秦始皇 我们注意看啊 那个被跪拜的这个秦始皇 他在观看 在河岸边 在高台之上 观看这个捞顶的过程啊 整个是这样的 那么大概看一下它整个的一个发展 我们会发现它这个 它这个其实它的空间的处理 是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合理 而且它整个的这个 就是它所有的目的是 为了讲这个整个这个捞顶这个过程啊 它是如何具有一种戏剧性 就是怎么样捞 然后怎么样这个龙出现 把它把这个顶咬断 然后又弱 它强调了那么紧张的这么一个过程啊 它如何在这么一个这个这个平面的过程 这个简单平面中体现这么一个复杂的 是吧 带有一个戏剧化冲突的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大概看一下 这里面出现的这个这个人物啊 基本的人物 秦始皇捞顶的人 是吧 顶龙 然后呢 还有这个水 这个它是如何表现的 那么大家注意看 它有最简单的出现的两根柱子 是吧 顶的形象 慢慢出现里面 像表现水 鱼 是吧 出现的鱼 人的动作也开始越来越复杂 然后人物出现的这个形象 也越来越具体 那么这个里面呢 实际上我们也要注意到啊 其实它这个这里面风格还不一样 出土的地方风格不一样啊 那么这里面其实就是同一个故事 那么汉代的工匠 他对他的处理的方式还是有区别的 但是无论他怎么样区别 他这个故事的最基本的一个要素 出现的比如说顶 龙 升顶的过程 和这个里面出现的人物 他还都是有的 我不看哈 这个其实是 这是这个武良词 这个武良词这个出现的一个 这个是几乎是我们叫武良词 这里面出土的这个画像砖 我们可以理解为汉代汉画像里面 几乎是最高艺术成就的这个体现啊 那么这个他就 左边这部分有残缺的这是另外一个故事啊 这个另外一个故事他已经有点看不清楚了 我们注意看他这个空间的分割方式 分层 我们想回忆一下刚才讲到的 这个战国时期的这种同湖上的文士 分层 然后呢 每层不同的这个故事空间之间的这个转换 它是比较自由的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独立的故事 也可以把它们这个故事之间好像有互相之间有联系 是吧 然后不同的故事当然肯定是不同的时间发生的 但是因为它这种并质的方式 我们可以在一个平面上能看到很多不同的时空出现的这种 这种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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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事的这种方式 旁边这个是呢 旁边这个故事是另外一个 左边这一部分残缺的这本是另外一个 哈拉花巷里比较有名的一个叫叫这个妻女 她叫妻女 娶女报仇的故事啊 娶女报仇的故事 就是这个这个女子刺杀这个杀害他们父亲的仇人啊 也是讲一个这个这个看不是很清楚啊 我们就这个就不讲了 右边这个就是我我刚才提到这个四水捞顶的这个故事 也叫这个故事也叫四水取顶啊或者起顶都可以 那么这个这张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 我们可以看啊 这个秦始皇啊 他往往下看这个 然后这个顶升顶的过程 龙这个里边啊 龙这个咬龙看到没有 龙头从这个顶里面出来 把这个顶咬掉是吧 顶开始下坠 下面的这个小船 鱼的方向 小船就感觉还在这个水中晃动 是吧 然后通过这个这个飞鸟 预示了后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 两边这个升起来这个形象 这个这个这个桥 其实这个不是桥 这是岸啊 河岸 他捞这个顶 这个柱子 他把柱子你看就开始简化了 那么升起来这个过程 对吧 他这个整个的这个戏剧冲突人物的这个动作啊 从刚开始这个这个这个人 他拉的时候 后面的人开始这个绳子脱落 然后翻滚 他把整个这个系列 我们可以完整的看到这么一个升顶的 这个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是汉 为什么说这个是这个武良祠的这个这个 这个汉画像是这个汉代艺术的这个顶峰 我们从这张图上能看出来啊 包括他的这个造型 这种丰满是吧 非常有力量的这种这种这种造型方式 这个也是啊 这是这个 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另外的那个图啊 就是妻女报仇的这个故事啊 那么就是也是讲述一个刺杀的一个场面啊 这个埋伏在桥边 然后这个刺杀的这么一个场面 也跟刚才就是 其实他这个处理方法 和刚才我说的那个撕水捞顶是很像的 他把整个的这个一个过程 就是如何埋伏 然后下面这个是 这个是捞顶啊 这个也是捞顶 这个不好意思啊 这个说错了 这是捞顶的故事 还是捞顶 那个刚才这个 这个左边这张是刺杀的这个故事 这个捞顶 那这个是腾舟的 腾舟的好像是 他和这个刚才那个处理方 就是有一个浅浮调的方式 跟那个线刻 平面线刻的方法不太一样啊 那么这个随着这个 它这个空间 空间观的越来越完整 空间观的这个 越来越明确 那么他 我觉得他实际上是 这个汉代的这个空间观 他的这个里面 实际上是解决了一个 什么样的问题呢 他就是把空间和时间 进行了一个整合 那么这种整合的方式啊 我为什么这里面 要放了一张毕加索的 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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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 大家都知道 这亚卫农的少女啊 是非常著名的一张作品 那我们都知道 毕加索实际上 他对空间的一个处理 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线 就是立体派里面 他是在把不同时间的这个形象 并置在一个二维的这个里面 这个实际上跟我 刚才讲到的这个 这个汉代的这个空间的这个 处理方式 它有类似的这种东西在里面 就是汉代的这个 总是适逐在一个平面里面 它会把这个时间的概念加进去 我们上面这张 它是一个这个四川出土的一个幻想砖 就是一摄图 那么这是一个就是讲它这个 弯弓射箭 下面这部分分两部分 上面部分是它这个射这个燕的一个图 下面这个呢是一个收割的这么一个图 我们注意看这个射燕的这个 从这两个人的这个动作 引弓引而不发 然后我们注意看这个燕的大燕的这个形象 它怎么样去表现水和空 这个天空 是吧 它分了几个部分 水它就是用鱼和这个荷叶来代替了 人在岸上 然后有树 这是有点像中国最早的这个这个山水画一样啊 然后呢这个燕的方式 我们注意这个燕啊 它有的是在这个水上很安静的 然后有的开始起飞很紧张 因为这个被射了 然后远处有燕也被射下来 它实际上是讲了整个的一个这个 涉猎的这么一个过程 在一个平面上啊 所以它有一个时间的这么一个一个延续性 包括下面这个收割的这么也是 你看这个人 左边的这个人 扛着这个工具 是吧 拎着这个桶 然后开始弯腰下面啊 进行这个收割 然后往右发展 人开始扬起这个手中的工具 最最最最右边这个人 往下去 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动作的连续性 在一个空间里表现出来了 那我们注意这个跟毕加索的这种处理方式 它有近似的 我们近似的就是说 把时间加进去了 但是它不一样的是 汉代人他绝对不可能把这个像毕加索一样 他把这个不同的这个这个形象搁置在一起 汉代人需要一个形象的一个完整性的 他是需要一个形象的完整性 这是有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那么我们讲汉代的这个 艺术家他实际上实现了在二文空间里 讲不同的空间和时间 进行了有序的一个组合 他这个这个组合是非常有秩序的 那么他让你在观看的过程之中 实际上对这个空间 他是给你安排了你观看的一个顺序 你应该怎么怎么样看 这个和我们后面 后面中国出现的这种 就是所谓的卷轴化 就出就就就开始有了这样的一个 有了这么一个过程 这张是这个 下面这张是我刚才提到的 去你未复报仇的这个 这么一个图 它是假述了一个 就是我刚才讲在桥上埋伏 然后整个的一个刺杀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也是一个非常激烈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激烈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我讲的时间稍微有点长 时间的原因 我就很快的把后面的过一下 那么这个 汉代这里 对后面这个中国古代艺术的一个影响 那么我觉得它是 它这个空间观实际上是影响了 后面的这个 后面的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个 卷轴化 卷轴化的出现 那么这里边是这个 东晋顾凯志的这个洛神富图 洛神富图 那么我们看 其实中国山水化 它其实是非常讲究 就是空间之间的这种转换 时空之间的这么转换的这么一个过程 它也是强调的人的这个观看的一个顺序 它是强调一个观众主体 参与到这个空间里面这么一个过程 为什么说卷轴化的出现呢 卷轴化的这个观看方式 它和汉化的这种观看方式是一脉相成的 它总是有 它总是会安排你从 开始怎么看 结束怎么看 它是强调一个观看的过程 它是不会强调一个就是说 你是一个瞬间的那一时那一刻 那样的一个固化的一个 一个场景 它是强调的一个 这个空间的一个流动性 和时间的一个一个顺序 来进行一个完成一个整个的这么一个观看的一个行为的 所以我们这卷轴它卷起来打开看 一层层的看 从局部 然后再到回到一个整体 是吧 它是这么一个 它实际上是观看是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 一个时空顺序的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因为这个汉代的空间观 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么一个空间观 所以后面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艺术显然 我认为是非常明确的是受到了这个影响 那么这个和西方艺术它实际上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的 或者说是我们这个传统这个艺术精神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叙事方式 它强调的一个叙事整个过程的一个展现 通过空间不同的一个安排 怎么样完整的展现它的一个叙事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是我觉得这个汉代汉画像艺术它的空间观念 对我们这个这个现代人 现代艺术的这种影响 或者说我们怎么从中间能取得我们想要的一些养分 我觉得这是它其中比较重要的几个部分 这个韩西仔燕图号我们可以看啊 它基本上是就是中国的传统艺术里面 它还是非常强调这种时空顺序的 这个是我的个人的创作啊 就是当年我这个在读在中央美颜读博士的时候 我的毕业创作 我当时这个把这个研究方向搁在这个汉代化 这也就回到我们最初的这个 我今天这个讲座的这么一个题目 我们如何面对传统 我还是希望在这个这个个人的研究之中 和我的这个个人创作它有一个必然的一个联系 那么这个过程直到现在其实对我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那么我个人的绘画呢 我是比较强调一个就是时空的一个关系 我经常会采取一个病治的一个手段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受这个汉代空间 汉代这个艺术空间观的一个影响 我觉得对我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这也是我个人对这个就是如何传承我个人的一个回答 或者是我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路径 那么就是我们还是要从它非常具体的方式 或者手段里面去吸取它的营养 然后用到自己的创作里面去 那么不一定说是非要把它 因为现在很多或者说我们之前的前辈 还包括现在很多艺术家 他所这个就是强调的继承或者传承 往往会从比如说符号化或者中国式的符号化 或者是图式的角度去进行的 那么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一种方法 当然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更具体一些 就是像我这样小到就是具体到它的这个空间安排 说到怎么样去从中获取营养 那么这个内容是跟这个古代传说有关系 这个是这个题目叫处山 共公处山的故事 这个是设计 后一设计 那么其实我是把不同时空 当然这个创作现在来看 就是说 其实我这个里面的空间的这个 主要其实还是强调了一个 加入了一个时间的这么一个因素 但是空间的处理上来讲 还是以透视的这种空间 就是远近 深远的这种来强调的 这是比较早的创作 08年的创作 这个是田海 精卫田海的故事 那么这个等我这个博士毕业之后呢 我开始画这种大谱的创作的时候 尤其是带有蓄势性绘画的时候呢 我就开始采取就是 类似于汉花像里面的这种 并置空间的这种方法 就是我希望把不同时间的 这种叙事的这种可能性 通过这种并联的这种方式 把它组织在一起 那么这个 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这种 这个观众的这种参与感 和这种时间的这种 把时间性和这些放弃 这个作品是 05年还是零几年 当时这个有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事件 就是马航 马航这个失踪事件 根据这个画了这么一个 画了两张作品 这两张都是 消失的飞机 这个是我去年在这个疫情期间 在纽约画的 画的作品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这里边就是 我自认为啊 还是很明确的 受到了这个 这个漢画下的这种 相对就是比较自由的这种 空间的组合方式 怎么能在一个平面里面 把不同的这种 这种时空 放置在一块 我希望通过这种 这种空间的处理 给观众一种 就是复杂的那种 时空的这种感受 还有一种就是一种 希望引导 就是大家在看的时候 它有更多的这种 可能性 这张也是去年画的 这是纽约的春天 去年三月份画的 也是这次展览里面的作品 这张作品叫《晚歌》 疫情期间化 这个是 这个叫透视研究 这个是群压 群压 这也是 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 可能会非常明显的看出 我对这个空间的这种安排 好 那么今天这个时间有限 我就比较快的 比较快的讲了一下 这个汉代空间观 造型艺术的空间观 那么这里边匆匆忙忙 这个时间有限 可能这个有很多没有讲的很透彻 这个请大家原谅 也请大家这个 欢迎大家对我提出这个质疑 和各种 我们可以讨论 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当然可以展开讨论 哪些地方没有讲透的 我们可以再展开讨论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与 好 谢谢小明 小明 好 好 谢谢大家 特别感谢 在中国的观众们 及其来自美国的观众们 那么大家刚刚所看到的这些 黎旭老师的作品呢 来自于我们在联谊的 网上的一个展览 叫自由落体 黎旭老师的25幅作品 那么这一个展览 那么我先前跟大家讲了 它是由王春成博士所策展的 总共展出了25件作品 那么从老师的叙述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 老师的研究是来自于古代的传统的一个文化 那传统文化呢 是激发了任何一个时代 和任何一个国家的伟大的艺术家的一个创作 王春成老师在命名这个展览的时候呢 他说自由落体呢 其实来自于艺术家本身的一个力量 一个内在的一个价值的一个探寻和坚毅 他不是受到外在的一个干扰 当我们能够追寻我们的一个传统的规律 随后呢按照人心去发挥作用 就能够发挥出更大的一个认知的一个力量 那么从黎旭老师的这个作品中 我们可以看到他从传统的写实的绘画 逐步的发展到了一个更加深层的一个当代的一个表现形式 从传统的这个汉代的一个比较极简的一个表现手法 实现了在一个当代呢 实现了绘画的一个新的一种创新转变和推进 那么在这25幅作品中呢 那你们也看到了老师受到了这个汉砖的和汉代的绘画的影响 不仅仅是在时空的和地域这个时空的一个切换融合和再创造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黎旭博士 它所感知到通过绘画去思想 通过绘画去探索人性的一个在新时代的一个转变 那么王春晨老师他有说到 黎旭老师的作品呢 让我们强烈的感受到了艺术家对世界的思考 它超出了它的画框的本身 具有非常强烈的一个震撼力 能够直指人心 它把自己思想的这个考虑的一个视角 从画室 从周边的个体的一个环境 日常的经验 走向了一种具有普世 关怀和悲天闽人的境地 所以呢 特别感谢黎旭老师能够把我们引到了这个引回汉代 同时呢 又引到现在和当下 让我们感受到您绘画的一个伟大的力量 特别感谢 也能够让我们认识到中国的传统 特别是汉代的艺术的一个伟大 那么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让我用这样的最后的几分钟呢 特别感谢这个联谊的团队的每一位成员 首先要感谢在纽约的王明女士和胡林远女士和牟尼 及其陈乐卢女士 那牟尼呢 她是在这个麦克风的后面的这个做这个英文的这个翻译 也特别感谢在北京的许盈 感谢在意的这个直播的频道 能够让我们在这个穿越时空 也在这个空间中呢 能够和在纽约的尼旭博士能够交流 那么特别感谢你们大家来这个参与这一个讲座 那么联谊呢 它是为全球的私人美术馆和机构客户提供艺术的销售 艺术和艺术的咨询 我们销售的作品呢 曾经进入到美国的大都会美术馆 龙美术馆 苏美术馆和美国的谷根海美术馆等国际的现当代的博物馆中展出 我们也参与同艺术家的合作 进行展览销售和国际的一个推广 推动全球艺术和和生态的文化的一个生态的发展 创立价值 我们的团队呢 来自于美国和亚洲及其欧洲的一些团员们 我们的公司呢 专注于国际的现当代这个艺术这一块 所以呢 欢迎大家的支持 也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一个讲座呢 会请两位藏地的艺术家 讲关于这个现当代的一个艺术的一个发展 会邀请Mary Doma 秋佩和Tenzin Richter进行一个对话 那两位艺术家呢 都在纽约 那么我们会在这个举行呢 这个讲座的这个广告呢 也会通过在意的这个平台 向大家宣给大家一个宣传 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 再次在这一个平台上相聚 好 非常感谢 祝大家新春快乐 万事吉祥如意 感谢Dr.李旭 感谢李旭博士 谢谢大家 祝大家晚安 也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谢谢